是临海盈和你看天气,先跟进一下日本的天气 受到低压区和风面影响,明天北海道将会有雨 朝早雨势比较大和有雷暴 东北、关东、甲迅到九州一带虽然日间有阳光 但由于大气不稳定,也要慎防中午过后有大雨 而今年第十号热带气旋散散,未来几日将会逐渐增强 并且会向北移动靠近日本,可能会登陆关西到关东一带 天气将会转差 计划在下个星期初去当地的朋友 要留意天气同行般情况 接着看其他城市的天气 广州骤雨,澳门明朗 厦门落雨,台北落雨 上海多云 北京落雨 沈阳天晴,首尔落雨 大阪多云,东京多云 曼谷雷布 吉隆坡雷布,新加坡雷布 雅加达多云 胡志明氏雷布,马尼拉雷布 墨尼本落雨,星尼明朗,布里斯班明朗 威灵顿大风,乌克兰罩雨 曼玛雷布,新德里落雨 卡拉奇天晴 温哥华咒雨,三藩市落雨 洛杉矶有无 纽约天晴,多伦多天晴,芝加哥天晴 罗马明朗,苏黎世天晴,巴黎天晴,花纳克风明朗 伦敦明朗,亚姆斯特丹罩雨 而本港封面,截至晚上七点半 预测是大致多云 明天局部地区有罩雨 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 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 时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 新界会再高一两度 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 而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 日间酷热,各部地区有罩雨 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会是13 强度属于极高 大家要注意防晒了 天地先讲到这里,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